大姐大姐夫 哎 你们睡了吗 睡了 睡了还说话 你哭了一下 有个事我得问问你们 哎呀 哎呀 这妈啊 哎呀 这一首女生你闹了心灵了 这还让不让人睡觉呢 大姐夫 这又怎么了 出事了出大事了 啊 什么事啊 出啥事了 孩子出啥大事了 妈 你也行啊 啊 我问你个事啊 啊 二美丽今天是不是晾衣服了 啊 哎呀 她怀孕了你不知道啊 你怎么能让她晾衣服呢 哎呀 有一个孕妇就是因为晾衣服 一抬胳膊哗 孩子掉了 哎呀 顺芬啊 我不是让她晾衣服 我洗了一盆衣服 突然间想让照上那锅没添水 我就跑过去添水 回头 她就把衣服晾上去了 妈 咱俩不都商量好了吗 现在二美丽是关键时刻 保胎啊 最终不能让她干一点活 你怎么就是盯不住呢 我错了 我错了 孩子 我错了 没事 没事 孙芬 你别这么神经兴的 二美丽有什么反应吗 那干啥呢 睡觉呢 那不就完了吗 睡觉能有啥事啊 没事啊 顺芬 行不 咱不嘀咕了行不啊 撂衣服没事吗 没事 没事 行 回去睡吧 这一晚上你都让闹了七八回了 开始回去睡吧 睡觉吧 睡觉吧 快快走走走睡觉啊 我跟你说啊 这可不行啊 你看这顺芬都成神经了 明天必须要跟她谈一谈 哎呀 咋谈呢 你说顺芬啊 自打二美丽回孕 那脑袋那根弦崩的 蹬蹬的 他就怕二美丽肚里那孩子有啥闪失 你说我这当妈的不得理解吗 妈 必须得跟她谈 你看顺芬 眼圈也黑了 嗓子也哑了 精神状态也崩溃了 再这么下去 孩子没事 他完蛋了 哎呀 刚子 有啥事明天再说 我眼睛睁不开了 好好好 那回去睡吧 睡觉了啊 好 赶快回去睡吧 抓紧时间 这天快亮了 哎呀 困死我了 谁一宿啊 就没睡 哎呀 行吗 接着吧 哎 好 大姐大姐夫 你们睡觉了吗 你说呢 没睡 你们出来 我有个问题要问问你们 又怎么了 大姐夫 啊 今天做饭的时候 是不是做菠菜了 对呀 我做了个鸡蛋汤 里面放点菠菜啊 你怎么能让二美丽吃菠菜呢 怎么了 孕妇不能吃菠菜啊 哎呀 大姐夫 让你看点甄嬛传 让你看点甄嬛传 你怎么就是不看呢 孩子啊 看甄嬛传干啥呀 妈啊 甄嬛传这个电视剧可好了 哦 到底孕妇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甄嬛传对孕妇是极好的 是啊 哦哦 真不知道 哎 顺芬 你过来 你过来 哎 甄嬛传我看了呀 啊 那些对孕妇不好的 什么藏红花什么 咱们家没有这材料啊 是 我跟你说顺丰啊 自打你媳妇怀孕以后 她每天吃什么 我都先尝一口 为这个我都背了一根银针 我再这么发展下去 我就是温太医了 再说了呢 温太医也没说不让吃菠菜啊 没说吗 孕妇怎么就不能吃菠菜啊 是啊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哎呦检查什么 这不是没事吗 你竟瞎折腾 对呀 顺芬啊 那啥 二美令现在有反应吗 有反应啊 什么反应啊 打呼噜呢 这不没事 打呼噜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没事啊 没事啊 我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大夫吧 哎呀 他的主治医师张医生 喂 哎张医生啊 我是钱顺丰啊 你睡了吗 哦 你早就睡了 哦 张医生啊 我问你个问题 今天我媳妇啊 她她晾了衣服了 她倒是没有什么反应 哦 没事啊 对 她今天还吃菠菜了 哦 孕妇可以多吃一点菠菜啊 好好好 张医生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这么晚不睡的话 对肝不好 好好好 怎么样 没事吧 不行 我还得问一个 哎 喂 是赛华陀赛神医吗 哦 我是钱顺丰 钱总啊 你睡了吗 睡了 你起来 我问你个事 我媳妇啊 今天晾衣服了 还吃菠菜了 没事吧 哦 钱顺丰 你过来 你刚才说那个 赛什么医生是谁啊 赛华陀赛神医啊 就咱们门口卖药那人啊 哎呀 哎呦我的妈呀 那是个卖膏药的 那是个江湖郎中 他的话你怎么能信呢 怎么了 他电话你留在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顺丰啊 我跟你说 那人不能听啊 你知道吧 没事就跑小区来 私下来卖他那膏药 得谁就说 有病没病 贴一去 有病没病 贴一去 大姐夫 你学这个小子 怎么学的这么像呢 他跑他们小区来卖那膏药来 让我抓了好几回了 我跟你说啊 他那膏药你可不能给二米贴啊 贴完闹跑孩子真完了 我跟你说 你最近精神状态不正常 闹不好 你就贴这膏药贴的 行了没事了 赶快睡觉吧 好不好 没事啊 没事了 没事 哎 妈大姐 这么晚了 你们两个怎么不睡觉呢 你说呢 对不起 睡觉啊 睡吧 好不好 快睡吧 行不行了 睡觉吧 还有一个问题 哎呀 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想坐着说 我有点累了 行行行 你坐着说 来来来 大姐 大姐来来来 我问你个问题 干啥呀 你怀妞妞的时候 是什么反应 最大的反应就是 吃啥吐啥 吐 妈 你怀我大姐的时候 是什么反应 跟她一样 吐得一塌糊涂 你看看 人家孕妇都是吐 尔米利不吐 这怎么了 她越吃越多 现在吃的我都吐了 她都没吐 这不是好吗 这营养都吸收了 不是吗 这怎么回事 这不一样啊 跟其他孕妇啊 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 你看我怀尔米利的时候 是吧 哎 注意我那人家 放鞭炮那个味 你看看 这就对上了 你看 阿尔米利现在这个脾气 跟个暴涨似的 一点就着 对不对 哎呀 哎对了吗 你怀我大姐的时候 什么反应 我爱吃包子 太准了 什么玩意太准了 包子 包子 钱什么 钱什么 干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啊 你说孩子说孩子 你别急着你大姐啊 我说的就是孩子啊 现在阿尔米利突然爱吃那个驴肉火兽 怎么了 我就害怕二驴子将来生个小驴子 不可能 这孩子 没事啊 顺风 真的没事 不行 我还是打个电话 问问大夫吧 喂 张医生吗 还是我 钱顺风 你睡了吧 刚睡下 对不起啊 张医生 我想问问你 我媳妇跟其他的孕妇 为什么不一样 她为什么不吐呢 不吐也是正常反应 好好好 你赶紧睡吧 怎么这么晚不睡啊 对肾也不好 哎呀 顺风啊 差不多 行了吧 行了 别着急 还有一个电话呢 赛花佗赛神医吗 我还是陈顺风 对 喂 喂 哎 他挂我电话 大姐夫 你说的不错 就是个江湖郎众 一点医德都没有 这都几点了 人家能不挂你电话吗 顺风啊 没事啊 这样 妈 大明 来来来 赶紧 回去睡觉去 我先看护着她 好不好 你抓紧直接睡一会儿 我盯不住了 你们来接班 行 好吧 那您俩争取找点睡啊 行行行 快回去 快回去 走了 别走啊 我还有好多事呢 哎呀 行了 就是我 可是我一个人问吧 来 您坐这 有什么事 你说吧 我问你管用吗 我问的都是生孩子的事 你生过孩子吗 顺风啊 那当年你大姐怀孕的时候 不是都是我一手操办 我在那伺候吗 什么事我都知道 你说吧 什么事 对对对 啊 忘了 顺风啊 姐夫得说你两句 你现在精神不是很正常 啊 你这嘀嘀咕咕的 这哪行 行啊 我跟你说 顺风我不瞒你啊 就你都影响我了 我现在都看什么都怀疑 不是 大姐夫 我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前两天 我不是带着我媳妇 去医院做运检吗 排队啊 前面有一对小夫妻 也是做运检的 人家先进去的 他媳妇出来的时候 大夫说他媳妇没有胎心 他老公一听坐地下就哭了 我跟着也哭了 我害怕 顺风啊 你别怕 你看二米都检查过了 各项指标都很正常 对对对 你得相信科学啊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不能那么嘀咕 你看前两天 二米打了个喷嚏 好家伙你就急了 你说 这孩子要流产 不是 我是怕打喷嚏 真的能流产呢 二米不是没事吗 他很健康 他怎么会流产呢 还有 前两天 你买个听诊器 我说你买听诊器干啥呀 你说你要听听孩子的胎心 对呀对呀 结果听了半天 你急眼了 你说孩子没有胎心 然后就打120 医生来了说啥呀 真是没有胎心啊 两个月才怀孕 你能听到胎心吗 人家医生说啥 说孩子的心脏很正常 说你不太正常 没事啊 顺风 总得有点理由不是吗 对不对 大夫还让我长点心呢 不对不对 我媳妇跟其他孕妇还是不一样 你就拿吃饭来说吧 前两天啊 他说他爱吃酸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 他爱吃酸的 爱吃酸的不是很正常吗 酸儿辣女 没准你怀的是个儿子 可没过多长时间 他说他又吃辣的了 你说那也很正常嘛 他有的时候就这么颠倒 辣的这就是女儿呗 对吧 女儿多好啊 爸爸的贴金小棉袄 不是 那今天早上他哭着喊着 让我给他买酸辣粉 酸辣粉怎么了 万一生个不男不女的玩意儿 我可怎么整呢 哎呀 顺风你气死我了你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那万一 那二米要是怀着个龙凤胎呢 哎 对不对 哎呦可能是龙凤胎啊 对呀 哎呦大姐夫 那我可就完美了 行了 哎呦 顺风啊 别这么嘀嘀咕咕的了好不好 好 谢谢你大姐夫啊 哎呀 你一家人你客气啥呀 我心里就舒服了 行了 那行了 啊 那耽误你睡觉了 哎呀 没事没事 啊 别再嘀咕 弄得我都嘀咕了 好的 好的 睡吧 睡吧 啊 算了 啊 我别回屋睡了啊 我一回去再把二米粒折醒了 啊 我就在这睡吧 不是 你这哪行啊 你这我跟你这样 我把行星床给你扛出来 哎呦我的妈 睡得还挺快 行了 我也赶紧回去睡觉吧 媳妇啊 我都已经四十多岁了 这孩子你可一定得给我保住啊 这孩子要是掉了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一直想要孩子 好不容易有了 他紧张啊 是不是 哎呀 没事 孩子一定会好的 放心吧 啊 切 哎呦我的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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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听到二米粒打了个喷嚏吧 哎呦我的妈呀 不会有事吧 哎妈最近我也有点嘀咕了 什么 什么 打个电话吧 打个电话吧 就在这主持医生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这么晚了 人家能不关机吗 没事没事 问题不大 哎呦我的妈呀 喂 是赛华陀赛神医吗 不是 我不是钱顺峰 我是物业照缸子 你别哭 我不是抓你呢 我问你个事 钱顺峰啊 他爱人刚才打了个喷嚏 孩子不会有问题吧 没事 贴一贴膏药就好了 啊 打一个喷嚏贴一贴 打两个呢 贴两个贴 那要打仨呢 哦你还送一贴 去一边撤你